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想講解的就是我們全新的TAP Function 這就是一輛START的車 今天在村市也可以和大家玩到 他們所來的17.5 Control 4.5 似比的一個組別 那如果你們看這些影片 就會知道我們和他們都玩過一會 和隻手隻過 今天非常好玩 那現在就想講解 今天我們做了一個測試之中 就是玩這個TAP Function 那這個TAP Function 其實是什麼理解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樣的 第一 這個TAP Function 其實就是一個 Blinky的Base 就是Blinky的電變模式 那現在 如果有些什麼人覺得 這個Blinky模式 是和這個TAP的模式 有些 cheating的Feel 是很簡單分別到的 第一 你插張卡下去 它是一定會 show這個TAP的模式的 那第二 就是 你看回 那個電變斬燈的時候 它是會斬兩盞燈的 那這個已經是很明顯的 這樣看得到 這個Function 是一個新和不同的Function 那所以 這隻電變的Program 亦都要更新 電變加上CUT 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呢 這個Function 就會完全是會 separate 了 從這個WAR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 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Function 其實就是一個 Binky模式之中 可以給你用30秒的TURBO和Boost 那這個玩法 其實都幾刺激 那我們在日本 Yatabi 都玩過 那 有些車手是 很誇張的 他們過車是 按一個按鈕 是完全兩個不同世界的速度 去過車的 那 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玩 因為 如果這個賽事 是全人類都是用著 一個TAP的模式的玩法 的話 那其實五分鐘裡面 賽事的變化 是非常之多 同大 那OK 那現在呢 我就要 demonstrate 這個TAP Function 是怎樣做的 那第一 就是要插電 那當你插電的時候 你一按機 我們首先呢 就 show 給你看 就是一個 普通走近的模式 如果大家聽到的話 這個普通走近的模式 是完全沒有一個TAP的變動 但是 你按了一個 三 channel 按鈕 就是這個 這個按鈕 那 那 車你見到就亮燈了 那我再按下去 就是 Turbo 模式 但是 10秒之內 就沒有了 因為 我現在設定了10秒 我可以按三次 那 那 如果再理會的話 一按 著燈 又有Power 好 好了 我們現在看完這個 TAP模式的表演了 那你們大家覺得 有什麼想法呢 有什麼新的想法 有什麼新的 計劃 或者有什麼疑問 那你們記得 送個E-mail給我們LMAX 亦都可以找我們 在Facebook找到我們的 那 大家 希望這個TAP的模式 會令到所有其他的比賽 更加有趣和好玩 那 我們DASH和LMAX 會繼續 會有些新的研發 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支持我們LMAX和DASH的牌子 對 感谢观看